《常文》 听起来,你仔细听 水滚的声音 你听到了什么 薄薄薄的 好温暖 很幸福的感觉 以前台北阿嬷就讲 新烘热新帝国 累滚滚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应该是指 什么都是新的 然后因为是新的 所以就很新鲜 没错 新烘热新帝国累滚滚 就是代表新婚的夫妻 那他们的爱情 热情就很高 虽然新烘热新帝国 煮出来的茶水 它是很甜蜜的 那么阿嬷跟我讲这个意思 就是要我永远记得 不论结婚 经过了多久的日子 碰到什么样的困难问题 都要用心经营 还要努力去维持 就是让夫妻的感觉 永远像结婚的时候 那么甜蜜 可是我觉得 好像一旦结婚以后 你就开始来的是 要面对各式各样的 责任跟困难跟挑战 你要能够保持 像谈恋爱的时候 很单纯的那种甜蜜 跟热情的感觉 还有热度 其实应该不太容易吧 像比如 爹地妈咪刚结婚的时候 那爸爸因为生意的应酬 有时候会晚回来 我就要等他 还有你记得吗 就是我们结婚十年以后 那爸爸为了他的理想梦想 他也出国三年内 陆续去念EMBA 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很孤单 而且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 那个等待的心 我会觉得把自己做得很好 然后每一次爸爸回来 都让他觉得很惊喜 说的惊喜是 像宝宝如果出远门 然后出差回来 或是像以前他念EMBA 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要我跟弟弟们 就把家里弄得很漂亮 很温馨 然后大家开开心心地等他回来 然后回来就要给他 一个大大拥抱 你所谓的新鲜跟开心感 是像这样的 应该可以这么讲 就是让爸爸随时都会回家 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所以不论如何他在哪里呢 那他就很想要回家 也就是说 这个家是甜蜜的经营 那么他愿意回来 他知道有人在等他 所以婚姻的维持 除了信任支持 被需要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 心烫楼心地狗地滚滚 就是藏宝婚姻的新鲜度 也就是维持那个热度的心情 新烫楼心地狗地滚滚滚 新的烫楼和地狗能够煮出滚烫的热水 用来形容新婚夫妻的好感情 心烫楼心地狗地滚滚滚 他的意思呢就是说 新婚的夫妻呢感情呢都是很甜蜜的哦 那不管了结婚多久呢 都还要记得新婚的感觉 用心来经营 那么维持婚姻的热度呢 那像新婚一样 妈妈可是我觉得啊 现代的夫妻要面对的问题 跟传统夫妻其实很不一样 因为现在的社会形态在改变 然后有很多的产业其实都外移了 工作机会到国外 所以夫妻们呢 很多就要面临先生搬到国外去工作 就会产生了像什么 后鸟夫妻啦 假日夫妻这些的名词 是啊我们说呢 先生不在身边呢 总是会觉得比较寂寞 尤其呢是有了小孩以后 所有大小的事情呢 都肩上要扛起来哦 那么当然呢 其初呢不能够适应呢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啊 经过有心的互相的调试呢 总能找到新的生活的模式 还是可以维持婚姻的感情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这个议题呢 我们请到两位来宾 安琪还有婉倩呢 一起来聊聊 钟安琪 结婚十二年育二儿 六年前先生转调香港工作 从初期的不适应与抱怨 渐渐学会体谅 在部落格鱼香妈咪安琪的世界 分享远距离婚姻与亲子教养经验 李婉倩 结婚九年 五年前工作调动 从花莲转调台北 与先生分隔两地 那安琪 听说当时先生呢 因为工作的关系 要搬到香港了 那那个时候呢 你正好是接了电视台呢 那高层主管的任务 那先生突然不在了 而且呢 还有小孩要照顾 好像那个时候 你有巨大无比的压力 对 没错 先生刚到香港的时候 我刚好就是换一个单位 其实那时候的挑战是更大的 然后尤其是小朋友生病的时候 如果安琪班啊 或是老师打电话来说 安琪你小朋友发烧了 赶快带去看医生 我这时候又要开会 然后又要拜访客户 那我就觉得真的心里很煎熬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很希望先生在身边多好 但是没有办法 那为什么那时候你不会想说 你们就全家跟着先生 搬到香港去了 其实台湾跟香港的教育环境 还是不一样 台湾的国小教育 其实是很扎实的 那香港那边物价贵 其实房间也很小 我们小朋友说 我到那边可能没办法学钢琴 因为钢琴就没办法摆下了 对 所以 以国小的教育而已 我们会希望留在台湾 那在先生到香港 前两年我还在电视台工作 那到后来呢 我觉得真的是蜡烛两头烧 所以就决定要回归家里 那我想问婉倩 你跟你先生是 一直都是远距离吗 从谈恋爱到结婚 对 其实我们恋爱期间也在结婚 可是期间当中老师 不瞒大家说 其实我们都是分隔两地 就是说我们真正结婚之后 我们大概有一起生活 两三年的时间 对 那其实我觉得 结婚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以前听到说牙膏 几前内跟几前内就会吵架 我非常认同 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乙殿 摆这样跟摆那样子 我们真的就是会吵架 那是不是觉得 那分开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呢 其实还是 我们生活上还是有很多需要磨合 所以我觉得 是住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多困难跟挑战 还是远距离的时候困难挑战比较多 我觉得很难衡量耶 我觉得都有不同的困难跟挑战 因为我们没有小孩啊 那就没有生活一个 就感觉好像是我们有一个重心 就是说我至少为孩子付出 那我们就是都是独立的女性 我们有自己的工作 就感觉经济大选好像 也不一定要扛在男人的身上 但是当我们决定抉择之后 总是会觉得很担心父子吃饼 那开始呢 跟先生呢 会有哪一些的争执呢 就是先生刚去香港的时候 就我刚提到说蜡烛两头烧 所以有时候对小孩 我也觉得很无力 我真的很想陪他们久一点 可是每天回家就是已经七八点了 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就很短了 那一方面很希望先生在 但是他又不在 原水救不了近活 有时候提气起来 就会把气出在先生身上 那如果到了回归家庭的时候 少了一份收入的时候 其实先生也会很累 因为他会觉得原来是两个人在撑 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更大 他其实压力也会加重 所以这两个时期 不管哪一个时期 他的问题会反反复复 就当遇到心情不愉快 早知道你在家就好了 或是他压力大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不要辞职就好了 就是彼此会绕到这个点上来 所以这时候会比较常挣执的 最根源我觉得会是这两点 就是如果你在有多好 对 都是因为你不在生 我现在的困难都是因为你造成的 对对 因为我们常讲夫妻夫妻嘛 就是伴侣 对 那么那个伴就是一个人一半 才会变成一个完整的人 对对对 但是又不得不分开嘛 对 那听说你们两个还很坚持 就是每天一定要透过网络视讯 让彼此有参与那个生活的那个重点 那你们怎么经营的呢 对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 就萤幕开着 视讯也开着 我们就各做各的事 就好像他就在我身边的感觉 其实很像彼此陪伴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说不定我们的沟通 会比同住在屋檐下的夫妻要来得多 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我们随时就MSN 随时就开视讯 对我觉得这个沟通很重要 那安琪你讲到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要长保婚姻长长久久 而且还有关系很好 很重要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分享 对 没错 但是你刚刚讲到说先生不在的时候 而且你又专心照顾小孩嘛 你能不能谈谈这一部分 就是你如何来扩展你的生活圈 让你刚刚讲到的就是那个成就感呢 对 我觉得其实夫妻虽然是一体 但我觉得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两个人就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要保有自己的生活重心 兴趣 嗜好 成就感 这个很重要 但两个人在一起又可以互相分享 这才可以激发出很多火花 我也在小朋友的学校担任导护志工啊 故事志工 所以有很多的志工朋友 那当我有机会到大专院校担任讲师的时候 其实我很努力争取 那可以把我过去十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有系统的透过教科书做一个整理 然后跟学生分享 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那在柴米油盐江畜茶之外 其实我能够持续的成长 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也觉得很感恩 所以当你改变了态度之后呢 那你回过头来呢 可以来扩展自己的生活领域 其实当先生回过头来看到你的时候 是一个更有自信心的你 还有可以把事情都处理得很好 没错 其实他看我可以把小朋友照顾很好 我觉得这是夫妻是一体的 过去其实我还蛮讲究平权的 就我觉得我也在上班 你也在上班 为什么我又要工作 我又要照顾家里 很累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夫妻其实是一体 这个平权的观念其实不重要 他在外面打听 那我就在家里把小朋友照顾好 那我也会跟小朋友 就是说他生日的时候 我也会跟小朋友一起做卡片 或是买个小礼物给他 那或许在工作上 我们可以给他的建议有限 但是其实可爱的小朋友 然后家里有趣的事情 就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其实这也是一种抒压的方式 刚刚安琪的分享 里面讲了很多细节 其实是很好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生活上有很多的细节 都是一种爱的串联的方式 那我觉得说 其实这些细节不要举得不重要 比如说一通电话 一封简讯 甚至说一个爱的拥抱 因为其实我跟我先天也常常拥抱 然后我常常告诉他说 我真的好爱你 然后告诉对方说 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你 让我们生命变得更精彩更丰富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去面对生活中 婚姻中带给我们很多的不愉快 困难 然后甚至争吵或是摩擦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像安琪 比如说先生在香港 他有没有固定说多久 回到台湾一次呢 其实他大概隔周就回来 那不错 那跟什么差异 感觉可以少别生气的感觉 对 第一个是我跟我先生说 你如果超过14天没有回来 我就会渐渐把你淡忘 他会怕吗 应该还是会吧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样子两地像是 我觉得反而彼此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那另一方面 其实小朋友的教养方面 我们在这方面的增值就会少一点 因为小事我会处理好 他大概就是引导教育的大方针 听说呢 爸爸要回来的时候 你都会带着孩子 两个宝贝儿子 一起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 还会布置一番 因为我觉得你把家里整理得干净整洁 那先生回来他心情自然会很好 然后买一束花 然后插着 然后整个房间就很有着急 心情也会变好许多 对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不论先生有多久还没有回家 每一次他回家 都有一个家里就是很舒适很温暖 对 让他现在人在外面 但是心还是想着你 我觉得必须要的感觉很重要 对 其实我现在会变得独立一些些 就是说过去其实家里有东西坏掉啊 我就会等着老公来修 那现在呢 我其实也会自己去尝试去修看看 发现没有这么困难 那我想问两位就是说 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处于远距离夫妻的情况 你们会给自己设定说 可能几年后我们会要朝着一个目标 住到同一个城市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们预计大概小朋友完成国小阶段的教育 可能国中的时候思考往香港的方向去 因为我想跟大环境有关系啦 是 所以会想要多出去看看 也带小朋友去多接触国际的事业 这大概是未来的方向 对那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状况的话 我们很难设定说 我们譬如说十年后或五年后或十年后 我们必须要一起生活 但是我觉得说无论你有没有一起生活 我觉得重要是吸引我们在一起很重要 那我觉得说远距离的夫妻啊 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让对方感觉到你真的很需要他 即便我们没有在一起 但是我需要你的安慰 我需要你的鼓励 那我需要你给我一些想法 然后很多时候很多小细节我都需要你 刚刚安琪有巧到说 爸爸要回来 家里应该整天干净 那我们家老公是老婆要回来 家里应该整天干净 这也不错 老公非常体贴 好 没有 因为他知道说 他就是可能要保持一个 维持干净的一个状况 那我回家的时候 我就会把家里朝廷布置啊 或是弄得有花有草啊 有什么啊 但是我很好奇啊 就是因为像你们的情况是没有小孩 然后又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说两年内我们就会搬到同一个城市 那这样为什么会想结婚呢 可是我觉得是姻缘 因为那个时候结婚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们就是应该生产在同一个城市啊 那总会知道说 是下来的变化就是又分隔两地了这样 那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是强求不得 就是顺着姻缘走 然后在有限的 在局限的方位里面去达到去完成最 就是说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然后去维持最好的关系 很重要的就是彼此的那种归属感 还有彼此的那种陪伴跟帮助 所以我们说 其实两个相爱的人呢 也不一定是要朝朝暮暮嘛 那安琪是不是可以给 就是相爱的人结婚 但是必定必须要分隔两地 那么刚开始呢 如何来调试心情 然后呢我们如何来面对 就是说这个既定的事实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需要常常沟通跟互动 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总觉得人有旺行 那时间久了距离远了 或是很多事情你一间扛起 自己把它做掉了 你就会慢慢不习惯对方的存在 所以我和我先生坚持就是 每天要试讯啊 Skype 这一些 我觉得他就是一直在抒发一些 平时的生活啊 或是教养的问题 或是工作的问题 平时就常常沟通 我觉得这很重要 不要累积到一定火山爆发了 就一巴不可收拾 那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要 爱就要说出来 对 而且要大声 而且要用心地说出来 对 那像有母亲节啊 父亲节或是情人节 结婚纪念日 其实如果他不在台湾的话 我们就提前过这个节日 如果他即使是在香港 他就会订一束花送到家里来 哇 好甜蜜 对 就会给我一个驚喜 那我也会跟小朋友一起准备礼物 一起写赫卡给他 所以我觉得爱 不要认为情人节 这些是商人操作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他也是给我们一个 表达爱意的机会 所以提醒你 对 基本要再存 爱心存款 对 那第三个我觉得 刚刚婉倩提到 就是说彼此的体谅肯定 我觉得这部分很重要 因为没有人愿意相隔两地这么久 那既然这样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珍惜 把握每一个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先生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看电影啊 逛展览 去博物馆 一起去运动 小朋友跟爸爸下棋 我觉得每一次的相处 都是未来很快乐的回忆 那在一起的时候 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候 好好珍惜 对 然后对对方 也是更多的体谅跟肯定 肯定对方为我们的付出 谁付出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在为这个家 打造 对对 在这个家里我们能够身心安顿 我们可以自在满足 所以我先生 他常常要出国的时候 我们全家就会抱抱啊 然后 对 其实他很 其实他很不爱这个时候 这个时刻 他觉得 他宁可凌晨 像今天早上凌晨 他就是五点多就离开 小朋友还在睡觉 因为那个分离其实是 还是会心疼的 但是我常会说 我们分开是为了在一起 我们分开去努力打拼 但是我们是更珍惜 我们在一起的时刻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很重要 很好听也很感动 有点起鸡皮疙瘩 而且我觉得你很正向 你都很用心 来带着孩子一起来关心爸爸 对对对 让孩子了解说 爸爸分开也是不得已 对对对对 然后爸爸的打拼 辛苦都是为了 要给你们更好的一个生活 其实我们大概每年 会去香港一次 虽然我们现在说 香港到台湾的距离很近 对 一个小时就飞到 但其实前后到 Bolding Landing 从桃园机场到家里 其实前后还是要四五个小时 对 所以我们开开心心去迪士尼的时候 我们前面都要经过一段痛苦 是 这四五个小时去回 其实很累 但是爸爸他每两个礼拜 他就要经历这四五个小时 回到家里 那我们也去看爸爸他在香港的生活环境 其实他把最好的一切都给我们 他在那里其实是很打拼很刻苦的 所以小朋友也知道 要很珍惜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 对 是 我们说远距离的婚姻呢 用感恩的心呢 来代替抱怨 用正向的思考 信赖他 感恩他 支持他 同时呢 扩展我们自己生活的重心 我们有很多的幸福很多的乐趣 还有别忘了 带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关怀爸爸 那关怀呢 就从小就要教杨姐喔 那今天妈妈教我的事 我们来看看稻桥小朋友呢 他的妈妈如何教他呢 从小呢 用礼貌来关心别人 来关心家人 我们看天母国小 有没有 大家好 我叫陈道乔 我今年四岁 我们叫我说 要有礼貌 要说 请谢谢 还有对不起 他很小的时候 他开始会讲话的时候 我就会常常示范给他看 就是 比如说我拿奶瓶给他的时候 是我一直跟他谢谢 谢谢 谢谢喔 要说谢谢喔 哈哈 然后 他开始比较会说句子的时候 我就会 常常会跟他讲 就是说 他有时候会说 我要喝奶奶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大嫂你要怎么说 请妈妈怎么样 请妈妈帮我什么 泡奶奶 他要说 他要说 请妈妈帮我泡奶奶 我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他久而久之 他就会知道说 哦 原来就是 他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 他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他就要说 请 可以 我都爱老婆奶奶 好啊 好啊 大嫂 好 没忘记说什么了 妈妈有教你 你要跟阿嬷怎么说 请 去拿奶奶给我喝 好 要这样请喔 要请拿喔 好 等一下这边等 好 你要说什么 请 谢谢 谢谢 感恩 好 我要看电视 等一下 等一下 阿嬷还在看大一台耶 你忘记妈妈怎么跟你说 你要看电视 你要怎么跟我们说 什么时候轮到喔 欸 我们在五分钟 这个看完之后再轮到你看 你要轮流要排队知道吗 OK 好 三四岁的小孩子 他们本来在他们的儿童心里 放在街上 他们本来就是比较自我中心 他想做什么就去做了 可是他做这件事情 他们有想到他给别人的感觉 那他久而久之如果让他养成这个习惯 我觉得他以后到外面那个 团体生活的时候 他也不会去感受别人的感受 所以我是从看电视这件事情 我就跟他讲 你要等 别人再看 你就要问 什么时候换我看 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 他必须要很有同理性 而且他必须常常把他 我觉得礼貌是一个态度 而且是一个习惯 诶 是谁来我们家啊 阿婆 来 来 是谁 是谁 来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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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阿婆 我 可